小米12T Pro 看到吗? 200MP 我肉眼看都已经觉得很明显了 2亿像素就是2亿 你们懂现在手机可以拍到多少像素吗? 5000万 1亿 现在手机可以拍到 2亿像素啊! 刚刚去小米领养回来的 小米12T Pro 看到吗? 200MP 那2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正常手机还可以拍到5000万像素 这样它就可以拍到正常手机的4倍 所以男眼内心激动 走开箱 看到我连盒子都还没有开就知道是新鲜滚热啦 开箱 这不就是小米12T Pro的外型? 但是这个后盖我是真的很喜欢的 第一,不沾指纹 第二,不显刮痕 第三,不觉得这个黑色很口袋下面 它动来动去会有光明出现的哦 第四,我个人喜欢黑色 它其实是磨砂处理过的玻璃背盖 所以是压光的 两侧是曲面设计 所以拿起来第一感受是 诶,简论一下哦 是好握的 那除了黑色以外 12T Pro同时也有银色跟蓝色咯 镜头真的是跟小米12T Pro 真的很像哦 一个模组里面装着一个大方块 加两个小方块 再加闪光灯 旁边还有一个200MP的字 就是这个200MP的字 整个手机最大卖点 这个我最后才实测给你们看 底部和上部两排堆了啦 立体身双扬成器 还要是支持Dolby Amos行销的 但是很奇怪哦 它们的位置是不对称的 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挡住其中一边 屏幕 屏幕技术 自拍镜头在正中间的挖孔 解锁方式就是屏幕主人解锁啦 看完了外形之后 重头下来了 2亿像素Cida 就是这个大家的镜头 而且还要有OIS绑走的 再加一个800万像素的超广角 还有一个200万像素的Macro镜头 行下了这搞长方形的镜头模组 从这个规格组合来看 小米12T Pro像是把所有的精华 精髓 精力 都全部用在了这个主镜头上面 凭着看的话 它是一层一层 越来越高 它会有一点粗 但是2022年的镜头 水不粗啦 是不是 所以它还是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边可补一下 2亿像素有什么用 它可以拿来做什么 其实它最大的优势 就是白天城下的解析度 因为它排出来的照片 然后可以french很大很大涨 就算你crop in 你zoom in 它都不会蒙蒙的 清清楚楚 细节全部都有在了 所以普通模式 跟2亿像素的模式最大的差别 就是细节上面的多少 Gondor都还没玩的啦 接下来我们就拍照实测剧吧 所以如果你是要拍2亿像素的话 首先你要去到mall这边 然后你要打开这个ultra HD 所以当你开了之后 接下来你拍的照片 全部都是200MP的 但是如果你关掉的话 它就是50MP 最后一开始的第一张类 还没有wamp up随手拍的 远看表现很正常 而且当时灯光充足 就算换成其他手机 好像也是差不多而已 不过12G Pro主打的2亿像素 才是老大 试问有多少台智能手机 拍照片可以放大到这个程度呢 zoom zoom 再zoom zoom zoom 还可以轻轻持组看到字咧 2亿像素记录下可恩到此一游 为什么要用2亿像素拍人呢 所以一个专业的美图秀秀达人就告诉你 就算把脸放到这样大都不会糊掉 你可以慢慢修 但如果你是用12G Pro的人像模式来拍出来 就会有景深效果 还帮你美颜买听 需要方面呢还算准确还有干净 而且也能够后期自己调bokeh的程度 一个有bokeh 一个没有 50MP的我们拍一个 2亿的我们拍一个 还是那句 远看没有分别啊 不过如果需要放大的话 就能够看到分别啦 看凤凰上面的羽毛纹路就懂了咯 但是两者的差别不算大 因为一个是50 一个是200 来看一个差别更大的 准备了之后你就懂了 一张哦 像是用来post在Facebook IG 而另外一张哦 就像是为了print大大张做出来 bunding啊 横幅的那种quality 最主要我想表达的是 两亿像素这个功能呢 它不是名声大于实力的噱头功能 它是真的哦 可以将镜头所看到的细节 通通拍下来 再透过强大的软件去完整 准确的还原 好 讲了这样多两亿像素 夜景就要来一张吧 处理光云 颜色是很好的 霓虹灯的部分也不会过曝 也没有明显的散光问题 楼梯再有四样 整体是属于优秀程度 诶 看看 如果开了两亿像素的 到底它的Fall Size有多大 50MP模式下面的是17MB 然后这个是两亿像素 我们看看 57MB 看到那个Fall Size的差距吗 就是说它里面是很多细节 所以它的Fall Size才会比较大 诶 照片跑完了 现在来到了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我们要回来office 要把刚才拍的这样小张的照片 我们把它刮去 55寸大电视 其实 我觉得肉眼这样子看 你们看得出有某种 我就是嘛 你留意看这只鸟 它已经是Pixelize 了 已经一搞搞一搞 看到那种Pixel的感觉 然后这个跑纹真是 我已经不懂它是什么鬼了 这个是第二张 是Alta Yashimo 但是是50MP拍出来的 OK 我做完了啊 好像好一点哦 现在at least那个眼睛是看得到的 有那个感觉 50MP就是不一样 OK 接下来我们看 重头戏 2亿像素 是不是有差啊 就是它 它整个感觉就是 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个电视机 是55寸 所以它真的是放到很大 相等于我把它print出来 print这么大张 的感觉 全部是新品 黄色 白色 红色 青色 橙色 OK 现在我们进节level 我直接不要告诉你 哪一张照片是什么的 你们自己看啊 注意这个五颜六色 对不对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我肉眼看都已经觉得很明显了 两亿像素就是两亿像素 很明显可以从这一张去已经看到它 整个是糊掉的 然后我们进到50MP 你们看到它整个滑了 滑了 是滑的 然后我们再去两亿像素 是可以的 是sharp的 对 是立体 是sharp的 这个是普通模式的 连水硬都经不起考验 看一下 看一下altime g的 OK 立刻 clear了 看到了 看完照片还没有完哦 两亿像素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做成二次构图 比如你拍一张很不错的照片 你看一下觉得好像打字不好看耶 想要打痕耶 这个时候如果是普通手机一crop了 它直接low res去了的 看到吗 人都开始萌了 但是你不要惹 小米12Tiphone它有两亿像素嘛 而且它有一个新功能 叫做pro card 它是可以自动帮你裁剪你的照片 随便选一张照片 点下面这个button 今天你想crop成什么形状都可以 34比例 169比例 11比例 96比例 比如说Facebook你可以放打直的34 IG你可以放96 YouTube你可以放169等等 而且因为两亿像素模式拍出来的照片 12288x16384这个分辨率 本来就高了的嘛 就算你放大四倍 放大放小它都可以保留到 3072x4096的分辨率 相等于普通一般手机拍的高清照片了 但是这个功能前提下 你一定要卡Ultra HD两亿模式 之后才可以用到 不然你没有开两页 你crop来crop去 你都是不够清楚的 还有一个功能要讲一下 就是小米独假的pro focus 系数 其实这个功能在小米12 Pro 就已经用了 它是可以把你快很准的去focus人 而且还要是移动着的人 OK 看啊 你打开photo 你看到这个白色框框吗 这个框叻 就代表它focus着你 靠近的会focus你眼睛 远一点的会focus你的脸 再远一点会focus你整个人 而且不止普通拍照幕 可以pro focus Portrait mode也是可以哦 Night mode也是可以哦 就连video也是可以哦 反正小米12 Pro的字典里面 就是要让你一拿起手机 就没有奥夫这件事 如果有的话 会拍的一次 性能部分就够了啦 Snapdragon 8 Plus Gen1 CNM新工艺 配上满血版的LPDDR5 加UFX 3.1 这个经典的高配组合拿来玩 game 完全是没有问题了的啦 而且小米12T Pro它还有 Performance mode增加性能模式 在保持原化石的基础上 它不会降低分辨率 来保持游戏体验 12T Pro也配备了比上一代 11T Pro更大覆盖范围的三个系统 狗王一天一夜 game 回来再跟你讲 发不发热啦 小米12T Pro电池5000mAh 但是最够力的是 它配上了120W的快充 120W有零块 实测了 一度上去5分钟就可以charge到37% 要充满哦 只要18分钟就搞定了 真是快要没有朋友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哦 充电太快 会爆炸会危险什么的 Hello Police 2022年了 快充已经很安全了 只要你不是随便买Saflunk 那种翻版的二手充电器 第一kabel的话 就肯定是免贴的 所以转信到这边 没有理由不给大家听听看 小米12T Pro的表现如何 12T Pro的音效是通过 哈曼卡登认证的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放心啦 总结一下 我个人觉得可以称 小米12T Pro是一台 你要什么 我都给完你的一台狂机 它有着旗舰能力 但是偏偏又定位终端的价格 小米依然走着它 从一开始就设下来的路线 就是 人人要反省 人人要够回 我为人人 人人拍照 啊不是 是金价比的路线 首先两亿项就已经很够打了 对于喜欢拍照就 第二 120W快充 这个速度是用了回不去普通充电的那种 第三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还有Performance游戏模式叻 基本上你能想到所有好料的spec 全部都集中在小米12T Pro于一身了 那它贵不贵呢 马来西亚价钱 8加256 2699 12加256 2999 已经刚刚正式发布啦 我从5号开始就可以preorder到12号 四搜还有送四搜 那除了这一台小米12T Pro之外 小米也一起到不了它的地址 12T 这样它的价钱就是2000以下就买到了 虽然它是没有两项错 但是意义其实也太过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只要你买小米12T系列哦 你就可以拿到1加1的Extra WMD 6个月里面包平的话 还可以免费有更换服务 这点还是红鬼是两个影响 所以还是要告诉你们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开箱别的东西吧 我是肯仁夏娜再见 拜拜 拜拜